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明出事了 周二中纪委表示 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天早上 中国华融复牌后 股价大跌超过10% 又一大老虎落马 赖小明案被指是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和署办公后 宣布的第一个金融大案 被查的消息一出轰动金融体系 中国华融是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也是一家庞大的控股集团 而赖小明正是华融的灵魂人物 赖小明自2009年加入华融之后 自称是中国华融的首席业务宣传官首席发言人 而业界对他的评价则为大胆耗大喜功 赖小明最近一次公开亮相是4月12号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 没想到17号晚上随即被中纪委公布受查 中纪委表示 他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国华融今天早上发布公告表示 董事长兼执行董事赖小明出于个人原因辞职 集团认为不会影响正常经营 将提名原广东银监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湛峰为董事长及执行董事 提名原东方资产党委副书记 监事长李鑫为执行董事及总裁 4月18日中国华融在香港停牌 今天早上华融系多支股份复牌 股价大跌了10.69% 报2.84港元 港股市值为1110亿元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